同学们一起学习 同学们,我们今天要学习的是六上一单元第四课 花之歌 上节课,同学们学习了古诗词三首 在古诗词中,同学们领略了西湖暴雨 骤来骤去的奇力景象 感受了诗人夜宿建德江的孤寂心情 体会了乡村月夜的田径自然 懂得了,要用眼,更要用心与自然对话 这样才能真正感受到大自然的无限魅力 今天我们要学习的花之歌 是纪伯伦写的一首《哲离散文诗》 说到花,同学们太熟悉了 我们学过的古诗词中,很多都写到了花 你还记得吗? 诗代文学家苏氏在《慧虫春江玩景》里写过花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咸枝 南宋诗人袁万里,在小出镜慈寺 宋林子方中写过花,接天连夜无穷比 应日和花别样红 唐代诗人远整在菊花一诗里写道 不是花中偏爱菊,此花开尽更无花 宋代文学家王安石在梅花一诗中写道 墙角树枝梅,灵寒独自开 的确,在这些古诗词中都写到了花 花不仅带给了我们美的形象 更带给了我们精神力量与人生的思考 那么纪伯伦的散文诗《花枝歌中的花》 又带给我们怎样的启示呢? 在学习课文之前,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作家 纪伯伦,黎巴嫩诗人、作家、画家 被称为艺术天才,黎巴嫩文坛教子 是阿拉伯文学的主要奠基人 二十世纪阿拉伯新文学道路的开拓者之一 主要代表作用、先知、类、语孝等 了解了作者,我们来一起学习课文 请同学们打开书第十页,看字学提示 自由朗读课文,注意把字音读准确 把语句读通顺,初步感知课文内容 好,同学们,开始吧 同学们,这些字音你能读准吗?试试看 这位同学读得非常正确 屏幕前的同学们,这些字音你能读准吗? 如果读得不够准确,就再练读几遍 同学们,你能说说这首散文诗的主要内容吗? 这首散文诗主要写的是 我是大自然的话语,是星星,是猪元素之女 还写了我的作用,讲述了我与万物和谐相处 以及我向往光明的精神追求 这位同学概括得非常全面 同学们,你们再仔细读读每个自然段 想想,这首散文诗可以分成几部分呢? 我认为,这首散文诗可以分成两部分 一至四自然段表达方式是相同的 写了我是什么 五至七自然段表达方式是相同的 写出了我每天做了什么 这位同学能够有理有据的分段,真棒 同学们,我们一起来学习第一部分 看自学提示 这首散文诗的题目是 花之歌,而全文却没有一个花字 请同学们莫读课文第一至四自然段 想想从哪些地方可以看出 我是花 我从第一自然段看出 我是花 我是大自然的话语 大自然说出来又收回去 藏在心间,然后又说一遍 这一段中,作者把花比作大自然的话语 大自然说出来就象征花开 又收回去就象征花落 又说一遍 又说一遍,就是说花再次开放 这位同学能抓住重点词句理解 非常好 同学们,你们看 说 收 藏 象征着花开 花开 花落 而这两个又字和段尾的省略号 把花开又花落 花落又花开形象地表达出来 作者的想象多奇特呀 这奇特的想象源于他对大自然深切的体察 让我们有感情地把这段再读读吧 我是大自然的话语 大自然说出来又收回去 藏在心间 然后又说一遍 好了 同学们,我们继续体会 我是星星 从苍穹坠落在绿荫中 这一段中的星星就是指花 星星是高洁神圣的 花在人们心中也是非常美好的 是啊 同学们,你们看 朱自清在他的散文春里也把花比作星星 这奇特的想象源于作者对花和星星的深刻理解 看来联想和想象要建立在对事物深刻理解的基础上 同学们,想象着画面再读一读这段 我是星星 从苍穹坠落在绿荫中 我们继续体会 我是猪元素之女 冬将我孕育 春使我开放 夏让我成长 秋令我昏昏睡去 这猪元素就是指冬春夏秋四季 这段写出了一年四季中花开花落的生命历程 同时也可以看出花的生命历程 是短暂的 这位同学理解的非常深刻 同学们你们看 作者把花想象成猪元素之女 这想象多奇特呀 你们看 这个冒号就把猪元素与冬春夏秋的关系表达清楚了 猪元素指的就是冬春夏秋四季 这段运用了拟人和排比的修辞方法 通过凝炼的语言把花短暂的生命历程写得这么灵动可爱 这奇特的想象 这诗意的语言多值得回味呀 我们再来读一遍吧 我是猪元素之女 冬将我孕育 春使我开放 夏让我成长 秋令我昏昏睡去 我们再来体会 我是亲友之间交往的礼品 我是婚礼的冠冕 我是生者赠予死者最后的寄宪 这段写出了亲友交往时 花是礼品 婚礼上花是装饰 祭奠死者时献花 表示对死者的怀念 写出了花对人类无私的奉献 同学们 你们想过吗 亲友之间交往要送什么花 婚礼的装饰要用什么花 生者即便死者又要献什么花呢 不同的花表达的意义不同 作者没有提到一个花字 而是含蓄地表达了 我是花 同学们 你们再读读一至四三段 想想这里的想象奇特在哪里 我觉得作者把花比作大自然的话语这个想象特别奇特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但读起来这个比喻又那么贴切 真是令人佩服 我觉得作者把作者把花想象成四季的女儿 这个想象特别奇特 把花短暂的生命历程写得那么鲜活 很了不起 是啊 作者 作者通过奇特的想象 作者通过奇特的想象把花的外形生长和作用写得那么生动形象太值得同学们学习了 同学们 展开你们的想象 房写一至四自然段 开始吧 同学们 把你们写的内容 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是节日里 家中最美丽的装饰 有了我 家里就充满了温馨与甜蜜 我是节日里 大街小巷最美的装点 有了我 节日的气氛更浓 幸福的日子更美 更甜 我是店铺开业时最靓丽的风景 是祝福店家生意兴隆的最好的礼物 我是文人默克眼中最看重的美景 是他们歌颂美丽 展现精神 阐释者里的最好素材之一 同学们 这四位同学写的不仅内容具体 表达也非常流畅 更重要的是 他们把花的特点与作用 含蓄地表达出来 真棒 同学们 我们刚刚了解了 我是花 那么花有怎样的精神追求呢 我们继续学习 看自学提示 莫读课文第五至七自然段 从我每天做了什么 你想到了哪些画面 从中体会到我怎样的精神追求 清早 我同尘封一道将光明欢迎 傍晚 我又与群鸟一起为它送行 这段写出了我的每一天是如何度过的 我仿佛看到了清晨 花儿在迎着朝阳微笑 傍晚 花儿目送太阳落山 这位同学能把想象和联想 融入理解非常好 同学们 我同尘封一道将光明欢迎 这光明仅仅指的是太阳的光亮吗 老师 我认为这里的光明不仅仅指自然界中太阳带来的光亮 这光明也象征着幸福美好和希望 是啊 这光明也象征着幸福美好和希望 这段作者含蓄地表达了自己的精神追求 我们一起来读一读吧 清早 我同尘封一道将光明欢迎 傍晚 我又与群鸟一起为它送行 我们继续理解 我在原野上摇曳 使原野风光更加疑腻 我在清风中呼吸 使清风芬芳芙芙育 我微顺时 黑夜星空的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对我查看 我醒来时 白皱的那只硕大无棚的毒眼向我凝视 这段写出了我在为大自然奉献着 而大自然也无时不刻不关注着我的成长 我仿佛看到了花绽放在原野 无边的花海让原野无比美丽 我仿佛闻到了浓郁的花香 黑夜星空的千万颗亮晶晶的眼睛是指星星 白皱的那只硕大无棚的毒眼是指太阳 我觉得作者的想象特别奇特 同学们你们看 作者把花释放芬芳 想象成花在清风中呼吸 把星星想象成黑夜的眼睛 把太阳想象成硕大无棚的毒眼 作者通过奇特的想象 向我们展示了花在为大自然增光天彩 而大自然呢 时时刻刻都关注着花的成长 作者通过花语 为我们展示了一个大自然和谐美好的画卷 好 同学们 我们继续理解 我引着朝露亮成的穹江 听着小鸟的鸣传歌唱 我婆娑起舞 芳草为我鼓掌 我总是仰望高空 对光明心持神亡 我从不顾影自怜 也不孤芳自赏 而这些哲理 人类尚未完全领悟 这段写出 我享受大自然赋予我的美好 我感恩伙伴的真诚鼓励 我一心向往光明 我不会失意沮丧 也不会自命清高 同学们 你们看 花引朝露 听鸟鸣伍婆说 被鼓舞 从这里我们看到了花 积极乐观的生活态度 从 我总是仰望高空 对光明心持神亡 我从不顾影自怜 也不孤芳自赏 我们看到了花 花一心向往光明 始终用从容 扩达的态度 面对生命 而这些哲理 人类尚未完全领悟 如果人类 完全领悟了这些哲理 我们的世界 将会多么美好啊 这句话 正是纪伯伦散文师的灵魂所在啊 既然这样 文中写的我是花 那把我都改成花 可以吗 同学们 先不急着回答 我们看看背景资料 同学们 读完了吗 读完了背景资料 你觉得 把我换成花 行不行呢 从纪伯伦艰辛的人生中 我们看到了他 顽强与无畏的精神 作者其实是在借花 表达自己积极向往 和追求光明的人生态度 因此 改为花 不好 用我来描述 更含蓄 的确是这样 作者在借花 写我 借花表达自己 积极乐观的人生态度 和崇高的人格理想 同学们 你们明白了吗 花之歌 我们就学到这里 同学们 看阅读链接 请同学们 默读阅读链接 找出阅读链接中 想象奇特的地方 和同学们交流 我觉得 这段话中的想象 特别奇特 夜的墓上 有繁星 之久了的花园 园中 有月神 在徘徊着 有牛童之女 在恋爱着 有夜莺提着 有花像药着 你何不从那 绿叶的连力 来到毕业的梦中 作者想象 夜幕上 有繁星之久了的花园 有月神 有牛童之女 有夜莺提着 有花像绕着 多美好啊 多神奇啊 作者还把花园里的 露珠 想象成青类 而且 阳流与水莲的对话 也特别符合 他们的身份 作者的想象 真是太奇特了 同学们找的 都是想象奇特的地方 非常了不起 同学们 眼中有美的前提 是心中有美 并充满爱和希望 老师希望同学们 用纯洁美好的心灵 去感受大自然的美 用奇特的想象 去创造美 今天的作业是 一 有感情的朗读课文 边读边想象画面 二 推荐阅读纪伯伦的散文诗 语之歌 同学们 今天的课就上到这里 同学们 再见